國會風雲要帶您掌握到的是立法院的第一手消息 馬上帶您來看到衝突現場 目前在立法院的未還委員會 今天原本是要針對兒女案來做檢討專案報告 也邀請到衛福部來 只不過現在民進黨立委要求來撤換主席 只因為今天的招委是國民黨的立委王玉敏 他之前同時也是兒福聯盟的董事 一起帶您來看看現場的最新狀況 民進黨不要互贓 我們要質詢 民進黨不要互贓 我們要質詢 我要歡迎詢問 主席 我要歡迎詢問 前面的鄉親意 主席 我有歡迎詢問的權益 主席 我要表決 要不要開會 可以看到國民黨立委跟民進黨立委 全都擠到了主席台前去 那麼國民黨立委大喊我們要質詢 我們想要問個詳細 但民進黨立委認為 這個主席似乎有些疑慮 而且他們認為這個時候辭去了 兒福聯盟的董事 是非常奇怪的時機 不過這一次的兒虐案 大家也在好奇的是 這份檢討報告為什麼 只有兩頁講到這個部分 那麼今天衛福部長薛瑞元 也做出了最新回應 他強調就時間太短了 實在難聚稀彌疑的血 一起來聽他怎麼說 有些疑慮的事實 這中間的話 那經過我們內部的會議 以及15號的會議之後 才歸納出來 那這個可能有的一些問題 以及未來精進的方法 所以當然很難說 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能夠寫出一個 這個巨細明明很詳盡的一個報告 這個大概是有困難的 不過部長因為這四天的時間 那都沒有特別的提到說 衛福部為什麼三十天內 沒有提到這個兒虐的報告 然後或者是台北市 已經有跟衛福部通報 然後衛福部去說 保母不屬於兒虐的案件 這部分報告裡面也沒有提到 那這四天都生不出來 我跟各位報告 不是這四天沒有辦法生得出來 而是這裡面的話 有許多真的是 我們是沒有收到的 這聽到薛瑞人是強調了 這時間真的是太短了 所以衛福部沒有辦法好好交代 而且之後也補上了時間序 只不過就被問到了 已經給了四天了 難道還生不出來嗎 他是強調沒有這回事 只不過我們要帶您來看到的是 現在很多人對於虐童案 是相當的生氣 那麼當然就有公民發動了 連署希望提案 也就是虐童是唯一死刑 那麼也已經超過了兩萬人 來連署成案 不過有沒有可能真的未來 朝這個方向來修法呢 法務部長蔡清祥有了最新回應 一起來電影聽聽看 蔡清祥怎麼說 蔡清祥就強調要看案件的情節來認定 不過如果真的一旦提案進入到了立法程序 他強調法務部就變得尊重 等到立法之後就會按照這樣子來執行 只不過我們帶您來看到的是 有媒體獨家披露了 那麼現在在兒福聯盟的執行 總擺立方他也已經遭到撤換 只不過現在有超過百名的員工 希望他能夠繼續留下來 只不過這件事情同時也是前兒福聯盟的董事 王玉銘知道嗎 我們一起來聽聽看王玉銘的最新說法 我想我今天就不回應這個問題 但我補充一個資訊 的確我在第一時間作為董事 並沒有被告知有發生這麼重大的訊息 我也是三月十一號 媒體暴露出來之後才知道 所以民進黨批評說 我之前知道 但是這個完全都不是事實 那我想這個白立方執行長 也已經下台了 執行長遭到撤換 叫王玉銘是不願多做回應 不過他強調了 他自己知道了 而虐案也是到了三月十一號 媒體披露才知道 也因此他希望民進黨立委不要再抹黑 能夠讓議事趕快的來順利進行 以上是國會風雲為您掌握到的 立法院最新狀況